牙科特殊需求門診 專門服務身心障礙者 他们因为害怕不安 看诊时需要花较多的时间 其中拔牙对他们与医疗人员来说 也是一大考验 通常会进到手术房 以全身麻醉的方式进行 抽血检查 心脏检查 然后麻醉医师去评估说 身体有没有其他系统性的疾病 会诊其他科来做一个判断 那基本上是非常安全 一次拔除坏死的牙齿 对于一般人来说 似乎有点不可思议 但这却是站在保护特殊患者的角度 所做的专业决定 可以上全身麻醉 一次20颗全部拔掉 反而对病人是安全的 会有机会会变成蜂窝性组织炎 那严重的蜂窝性组织炎 会变成败血症 也会影响生命的危险 此外一般人拔牙 虽然不需要一次处理 也不需要全身麻醉 但医师也会考量患者 疼痛与后续的饮食 才分区而且以三科为限 术后也必须遵守三大法则 避免出血与感染 执行侵入性医疗行为前 医疗人员会告知患者相关风险 术后照护等注意事项 站在保护病人的立场 去维护患者的健康 我们还是会尽量保护你们的安全 因为你们安全我也安全 没有人愿意冒这个风险 因为这个风险其实代价太大了 大一点 大家新闻黄西人过家序 台北新店报道